航母是一个国家的重器,作为海上重要作战平台。拥有航母与没有航母,其战力明显不同。但航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作战平台,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。没有一定实力很难制造和使用航母。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的前身是苏联的瓦良格号。我国购买瓦良格历经了千星万险,排除了种种阻挠和不可预测因素。 最先展开的当然是分家产,要把苏联留下的家产分完。 工厂、企业、军队、武器甚至领土等,按照原则分给各国。而作为苏联重要的加盟国之一乌克兰家底雄厚。因为乌克兰曾是苏联时期重要军工产业基地。成为世界大国争先想吃的肥肉,苏联解体前夕。 无论俄罗斯还是乌克兰日子都不好过,很多企业变成私人企业。而且从苏联体制转向自由化市场经济,民众生活一团糟,也造就了大量的寡头。 那时很多苏联的专家教授和学者也因苏联解体,成为外国争相抢夺的人才。 乌克兰在解体之初,虽然经济不景气。但乌克兰有着雄厚的军工家底,靠卖军工产品,乌克兰并不穷。乌克兰是苏联时期重要造船基地,大量的军舰在乌克兰生产建造。 当时在黑海的乌克兰造船厂,停着三艘未舰完的航母,第一艘已经完成90%以上。也就是俄罗斯现在航母库兹涅佐夫号,第二艘是航母已经完成60%以后。 第三艘刚舰,只完成10%以上。苏联解体后,乌克兰第一任总统克拉夫-丘克要求把已经基本完工的库兹涅佐夫号留在乌克兰。 俄罗斯有一名舰队司令员,偷偷登舰。鼓动俄罗斯士兵强行把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开回俄罗斯。 于是乌克兰造船厂就只剩下第二艘和第三艘,乌克兰也无力再造这两艘航母。于是决定卖掉它们。 第三艘在舰航母显然没人买,于是第二艘名为李家号成为乌克兰能卖的航母。乌克兰要价4亿美元,我国此时通过特殊途径向乌克兰表达要买的意向。 不久买家多了,乌克兰增加到20亿美元。但由于西方国家的阻挠,乌克兰这艘航母未卖成。 1997年,乌克兰李家号航母改名为瓦良格号,但乌克兰依旧没有钱建造完成。 瓦良格号如废铁一般停在港口,由于经过六年涨时间风吹雨淋。瓦良格号已经秀气斑斑,无人问津。但我国并没有忘记这艘航母,就在乌克兰不想要时,我国决定再次出手购买。 乌克兰面对瓦良格号等两堆废铁停在港口,建造又没钱。停在港口还暗示,1997年底,乌克兰不得不做出以废船的价格卖掉。 我国得知消息,为了避免一些国家干扰,决定以第三方企业购买。乌克兰当然愿意卖掉这堆废铁,不过他们要求我方从乌克兰买其他装备。 这些条件对于我国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,但第三方企业用谁?用国内企业又会被其他国家怀疑,最后决定由澳门徐增平的企业出面购买。 名义上就是购买航母用作海上赌场。除要购买航母外,还要求把造航母的图纸一块买来。此次购买,我方与乌克兰的协议是秘密的,不过购买航母作赌场则是半公开的。 因为买完后要拖回国,如此大的航母,沿途经历好几个国家,不可能不让外界知道。经过与乌克兰的协商,最后敲定连同图纸2000万美元买下。 就在徐增平与乌克兰购买协议基本定下的时候。此时外国情报人员已经盯上我方买航母人员。为了确保航母安全,我方要求乌方派出人员对航母进行保护。 就在七天答复日期到来后,乌方突然告知。某些大国已经得到消息,要求乌克兰说明情况。而且要求乌克兰通过拍卖售出,之前的购买协议就成了废纸。 事情进行到这一步,我方就按乌方的要求,准备拍卖材料。从乌克兰透露的消息看,当时有美国、日、法、俄、韩国、月等国对我国购买航母提出质疑。 为了照顾我方,乌克兰决定三天后拍卖。对我中标很有利,从这一变化看。外国对我国购买航母的是已经知道,不过乌克兰面对大国质疑。 他们不可能捂着,也会通知某些大国。因此才出现拍卖的插曲,我国按照乌克兰的要求。提供了国际征信、资质、用途规划、项目论证报告等一系列的手续。公开竞标时,美国和澳大利亚较到1400万美元就撤了,韩国要价1500万美元。日本较了1700万美元,韩国又较了1800万美元。 最后我方叫了2000万美元拍下,这一拍卖才真正表明我国购买这艘航母。据专家说,此次拍卖就是美国等国家捣乱的行为,他们根本不可能购买这种废铁般的航母。 即使拍下折这艘航母也要花费大量金钱,根本不划算。这些国家怕我国购买用于军事用途,因此出来捣乱,他们拍卖时的资料都没有准备齐全。 当航母竞拍成功后,徐增平在我国驻乌大使馆举行招待晚宴。邀请了乌克兰的国防部长、商务部长、内务部长以及其他相关人员。 还有四个国家驻乌大使参加。但在晚宴刚进行不久,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厂长的接到电话,瓦良格号上有直升机降落。 徐增平问厂长,甲板没有警卫吗?厂长很尴尬地表明,警卫只在白天安排,晚上没有警卫人员。 徐总当即表示,马上安排夜间警卫,费用由我方安排。船长随即给警卫军官打电话,要求增加双倍警卫人员,必须昼夜进行警卫。 并要求警卫军官查清是哪里来的直升机,我方也着手调查上舰的直升机来源。 后来经过分析,认为上舰的直升机,来自迪士我国的国家。 他们对我国购买瓦良格号到底是用于娱乐还是军事模不准。 因此决定到瓦良格上看看该艘航母到底还有没有修的可能性。 从那时周边一些国家担心我国购买航母用作军事,那样的话我国的军事实力就强大了。 而美国担心我国掌握航母的制造技术。 为了确保航母安全,我方要求立即进行安全检查,并着手准备托运回国的准备工作。 后来经过调查,晚上上舰的直升机查明了。 该直升机是乌克兰民用直升机,被美国驻屋使馆的五官租用。 美国驻屋使馆的五官在舰上逗留6个小时。 如此长时间,美国五官在舰上干什么了,没人知道。 但从分析来看,美国五官有备而来。 美国驻屋的五官为何晚上偷偷登上瓦良格号? 其中的缘由很明显,就是担心我国购买这艘航母后不是用在娱乐上,而是改装成航母。 因此,美国人上舰就是看看这艘航母到底能否继续使用。 无论美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,谁登上瓦良格号都会认为这艘航母不可能再改装了。 因为重要设备都没有了,实际上如一个空壳而已,美国五官在航母上了呆6小时。 除了照相拍照以外,还要查看重要设备方面能否使用。 然后把航母的资料报告给美国。 如果瓦良格号还能使用,美国会加以阻挠不会让航母运出。 但后来瓦良格在回国途中还是遭到美国等国的阻挠,不得不说西方国家担心有多大。 但在拍卖后盗运回国,还没有哪个国家认为瓦良格号能修复成功。 但辽宁舰成功后,估计美国那个偷偷上舰的五官也没有预料到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